桃園国军总医院 几日起14天全面暂停门诊和急诊业务 这也是804医院二度停止门急诊 从26号凌晨开始启动全院进空 做出关键决策的就是25号的这场会议 可以看到画面上站在桃園市长郑文灿 右手边的就是衣服会执行长王毕胜 左手边穿着白袍则是国军桃園总医院院长林志颖 召开紧急会议要求804医院全面清零 除了移出15位确诊病患之外 也让医护人员居家隔离 或是到集中检疫所和防疫旅馆 医院保持最低运作 804院内群聚感染炎烧 包含三名护理师十位病人和九位看护 六名家属已经有30人确诊 王毕胜再度出马 会议画面也曝光 过去他曾经领军部桃前进指挥所 也进驻过晶圆电子协助控制疫情 如今再次出面 希望能助804医院以避之力 将群聚风暴控制稳定